在香港的核心商业区 大家都很自然会想起中环和金钟这些传统商业区 但其实香港的旧区是不经不割间 已经改头换面了 今集我们会带大家看下这些区分的全新面貌 因为传统商业区的租金比较高 近年流行decentralize 去中心化 今次和CBRE的特约分享 我请到Judy 和我一起在港构新界找下来近的潜力团 Judy 如果一个租客想在中环和金钟以外 找一些租金比较商业的甲级商客 有没有什么选择呢 有 但要同时具备有铁路优势和大型商场 就不是每一区都找得到 你说这两大条件 其实我第一时间都想到港岛东 除了港岛东 我觉得有两大区分也很值得大家去看看 契德区就是其中一个 我们立刻去看看 占地超过300公里的契德区 是前契德机场用地 因应政府提出 启动九龙东政策推动下 九龙东会转型成为第二个核心商业区 预计提供超过4300万呎商用楼面 整个契德发展的軸心 大事由契德站周边的契德城中心开始展开 Judy 说周边兴建新式住宅 政府大楼 甲级写字楼 契德体育园 区内也有三个大型禁物商场 包括SI、Sogo和EON 另外还有一条贯穿启德和宋王台站 和多个商业项目的24小时地下禁物街 屯马线通车之后 由大西北经过启德站 连接马鞍山 现在是全港最长的铁路线 由启德搭到红磡站 转驳东铁线两个站就可以去到金钟站 四通八达也挺方便的 两大元素都初步过关 但要成功吸引优质租客迁入 商客本身的条件都很重要 今天Judy 带我参观启德区 里面一栋刚刚落成的商客 SI 这个由南风集团发展的项目 除了刚刚我说的大型商场之外 还提供超过30层的甲级写字楼 日后不单从港铁启德站 可以直接连接到SI 交通很方便 走进商客的大堂 都已经有些好像 置身中区甲级的感觉 不过Judy 说 走上到大厦的楼层 感受会更加深 上帝来的楼层 我觉得空间也很大 很少看到中区甲级商客 有这么大的楼面 这个正正是SI的卖点 SI的楼面面积 每层高达3万至5万呎 若有这样的楼面面积 在中区就绝对找不到 但普遍公司会不会需要 这么大的楼面 其实有些公司总部 外于楼面面积不足 他们被迫租用横跨几个楼层 而在SI 他们现在就可以一层过 从而就可以截散成本 增强部门沟通 提高工作效率 全新商下没有用过 内拢新赈旗里 由落地玻璃外望 更能够望透整个啟德发展全景 远跳游轮码头 另一边可以望到维港景 开析上也没有太多处位 令租客在空间的画分上更具弹性 卓尼华 新资甲级商下 还具备一些元素 成为租客转头啟德的诱因 现在越来越多大企业重视ESG 部分更次减探目标 所以也特别着重租用的商下 能否做到环保智能效益 朱尼华SI的设计栏本 是以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 UNSDG为框架 每一个可持续的设计细节 都是经过精心打造 好像香港首个自动废物收集智能管理系统 SI同时拥有全港商下 其中一个最大的太阳能光伏系统 大厦的六楼都特别预留开放式的休戏空间 设计绿花园林 在串金尺土的甲级商下真的很少见 相比官堂车轮较繁忙 又或者九龙湾商贸区商下比较分散 啟德区在新兴地区之中 明显遗显到它的优势 加上啟德区甲级社税流的租金 只是中环区的一半 所以极具竞争力 如果捉住相同条件 放眼港岛区又不知有没有选择 第二站Judy就说带我去黄竹坑行客 她说黄竹坑虽然没有啟德区 是一个全新区域 但硬件上有与啟德区比拼的条件 单单在交通方面 自从南港都线通车之后 去黄竹坑就很方便 亦减少了香港仔隧道塞车的烦恼 由黄竹坑站搭两个站可以去到金钟 我们要参观商下 由信母和帝国集团发展 位于叶勤街的Landmark South 刚刚你从香业道走过来 我看到除了Landmark South之外 还有很多其他甲级商下在兴建 其实跟Landmark South有什么分别呢 香业道一直以来都是宫下临纳 近年很多都被陆续发展为新的商业大厦 这些新的商业大厦 沿着香业道向香港仔方向延伸 如果你由黄竹坑站走过来 沿途未必有瓦遮头 反观Landmark South在这方面就有较大的优势了 和Airside都相似 Landmark South的楼面面积都偏大 面积达到14000尺 不过Judy说Landmark South特别的地方 是有开析灵活度较大 可以因应不同租客而作出调节 厚务的景观都吸引 透过落地玻璃望向香港济交易公园 会被翠绿山联包围 八楼的空中花园 仍持有宽敞的共享空间 可以被租户使用室内种植机去耕种 空中花园还摆放户外桌椅 部分更加入艺术元素 就像这张呈流线型的椅 模仿了山联的形势而制 更重要它是采用了回收的家用塑胶 重造融化而成 别具特色 Julie说目前已有不少的大企业 例如北马威会计思行 电卡佛 媒体公司CNN之类 都因为看中黄竹坑的优势而率先迁入 除了内部环境 以及交通优势之外 我刚提到商场配套 似乎逛了整个下午都找不到 Julie说明年在黄竹坑站上盖 会有一个楼面面积达到 51万平方尺的新商场 The Southside 引入151个商户 为黄竹坑区 提供更多购物、餐饮和娱乐的选择 迁出核心商业区 以前我们只会放眼港到东 但实际市场的选择好像多了不少 不过租客除了放眼租金 还有没有其他考虑因素 租用策略上高有什么需要注意 这个问题当然要由CBRE 办公楼部主管Ada和我们分析 她本身对于写字楼的宏观形势 都有相当独度的见解 我决定回去CBRE总部和她谈谈 Ada 今天我和Judy去了 齐德和黄竹坑两个新兴市场的地区 看了一些办公室 你觉得这两个地区 会吸引到什么不同的租客呢 选择黄竹坑和齐德都挺有趣 和平时传统商业区很不同 其实这两个区本身都有些共通点 两个都有政府政策支持 黄竹坑我们有约动港岛南 启德我们有启动九龙东 另外两个区都是有交通配套支持 我们知道有黄竹坑新站 启德站新站 在香港大家都知道 一有新地铁站 无论对住宅也好 对商业也好 都非常有一个正面的影响 黄竹坑来说 因为它本身这个 约动港岛南的主调都是艺术及文化 我们知道艺术稿都选择了黄竹坑 我们看到很多后勤的写字楼都会在那里 或者一些关于艺术文化的小企业都会在那里 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小的家庭公司 可能有一些老板本身都住在南区 所以都挺喜欢黄竹坑这个区 另外我们也会看到一些大企业的后勤的写字楼 选择了那里 因为其实它真的两个站就会去到金钟 启德区来说 它的主调就是旅游业 我们看到整个启德游轮码头 我想政府是想打造一个好像marina sand base 当你娱乐、宵闲、酒店在那里开始旺 我想都会一定会带动到其他商业活动 但其实如果说一些新兴的写字楼区 跟一些我们所说的传统核心写字楼 其实会有些什么分别呢 其实我不会将这些新区和一个主区 做一个direct comparison 其实对我来说 你看到两个区黄竹坑和启德 都是很近传统商业区 黄竹坑就比较近金钟中环 启德其实都是九龙一个主要商业区旁 我想整个就好像一个卫星小城市 希望可以用到它原本的商业活动去带下去 你说有什么好处呢 在新区的写字楼一定有很多好处 第一就是新 无论它是智能化 洞大厦本身的部份都是非常新的 对于我们现在很流行的ESG 一定剩下一个盒子 另外就是可持续性 不用担心有路化问题 我想最重要一点就是 它的租金价钱一定是比传统商业区相宜 但现在说的是 写字楼的供应好像很多 还有空置率都很高 究竟在这些新兴市场上的 例如业主或发展商 可以如何突破 我想供应多 租金不会轨型反弹 所有业主都知道 都不是一个秘密 反而业主其实我觉得有三样东西可以做 第一硬件方面 刚才我说了 如果是大厦旧 就真的要去提升 新大厦就一定要剃回 它们的环保配套 智能化 当然我们旁边的交通配套 餐厅这些都不可或缺 第二点就是软件 现在已经不会像以前 单单说 我就这样建筑写字楼租给人 我们是说整个区去看 之前也有讨论过 就像周瑜聪那样 我们叫做 placemaking 整个地方可能 租户都会看到 在这个区 我的同事会不会是喜欢的 他们甚至乎会和政府 会做一些合作伙伴 就说我会不会做多些陆化 会不会建多些桥或隧道 去帮到整个区 第三点又去到经济 当然租金是一件事 我想那些业主 其实都做了很多其他事 就是我们租药的长短 会不会有一些装修上的补贴 但如果租客或企业 应不应该趁这个时间 去调整或重整他们的房地产策略 其实是好时机 我想如果给租客的意见 两样东西 与时并进 现在又不是单一说 起了个写字楼 同事就上班了 我们已经有很多新的 营运模式 work from home 很多时候又要很灵活地 配合到同事的不同需要 所以我想 无论管理层也好 做生意也好 要将自己的做生意的 strategy 和你们选址 或者在地产上的 strategy 其实整件事是要一起去看的 这是其一 第二个就是看准时机 大家都知道现在是 tenant market 租金比较低 可以看长远一点 如果是三年五年 我应该把自己的办公室 应该现在可以想定一些 长远一点的东西 当然和一个好的地产顾问 合作非常重要 好 谢谢Ada今天和我们 这么精彩的分析 今天有一年和大家 去了两个地区 黄竹坑和启德 亦和Ada和我们分析了 一些新兴市场的市道 不知道大家对这区的前景 如何看 也可以在影片下方留言 告诉我们 如果喜欢我们这一类 轻松的看楼 或者找找工商铺的影片 也记得订阅我们 胡雪楼市 在YouTube的频道 按下旁边的小铃铛 最重要是CRS 下次出片 大家就不会错过了 今天先和大家聊到这里了 下次再见 拜拜